前国足运动员八块腹肌胜过老外,反观如今的小鲜肉,网友叫骂如今的世界杯,可是正在火热的比赛当中,而且也是快到了决赛的时候了,但是唯一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,在世界杯比赛中没有国足的身影,这也是无数球迷一直都比较惋惜的事情,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国足一直踢不进世界杯呢? 真是一个让人心酸的问题,风尘认为这和运动员有着极大的关系,看看曾经这些老国足运动员们,一眼就能分辨出与现在国足那些小鲜肉运动员的不同之处,一身腱子肉,腹肌各个凸起,完全的不比外国的足球运动员差,所以踢进世界杯完全没有问题,这一身的肌肉,看上去多么的壮,而且身材比例也是非常的好, 别看踢得怎么样,就是这样的身材都给国足加分,八块腹肌明显,战斗力爆表,所以在早年的国足踢进世界杯也是无庸置疑的,但是反而观之,看看现在的国足小鲜肉男运动员,差别不要太明显,有着很不一样的身体素质,可能是现在的这些小鲜肉比较安逸,没有大量的锻炼时间, 但是作为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,不应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吗?这位男运动员就是更加的夸张了,小肚男突起,非常的腐败啊,在没有了老一辈的国足运动员范志义,郝海东,马明宇等汉将之后,和现在的小鲜肉一比较,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, 这也是引起了网友的骂声一片,前国足运动员的身材,与现在小鲜肉运动员的身材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